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赌上面的口 这样的话迈的又要使用双击场打法了吗 那个在开则者那张地图上面迈的双击场打法 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甩的极烂 第二次是救到了两架引飞 难道他对于这套打法还有新的领悟 没有展现在我们面前 还有什么新的变招吗 非常值得的期待 这边的话中路方面选择了一个酒地偷农民 也是不提速 房子很幸运第一点绝飞队了 这样的话省的农民区探落了 到时候这个迈的 迈的没有提前造并营 哦迈的想要裸霜 你记得那次是谁来着裸霜碰酒地完美防住 然后巨大优势 是 是 是谁来着 一个神族反正 哎 想不出来了 这个迈的做一个人族裸霜防酒地 那就太好玩了 哎哎哎 还先探路 还没有先到基地 把基地探路口堵上 哎呦 玩的是 玩的是有点意思的 有点意思的 这个农民也是探队点了 这个房子一看这个基地 卖的这么造肯定就是防酒地的 没有任何的想法 不然他也不会到自明哥建筑学 这个狗出来的很快 幸亏卖的那是探路了 而且还低点很幸运探队了 看这基地时间 看狗 行了 赶紧防吧 那现在狗就是 想办法要咬这个基地 让这个 在基地没造好的时候 把这个基地咬爆 就行了 原作为房子 把这个路口完善一下 但是这个基地上的很快呀 想把这个基地咬爆 还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不停的咬这个农民 把这个农民咬死 然后这个农民不能修基地 看这个农民 他他老往里边跑 进不去 这个口是堵得非常完美的 咬房子 然后再咬农民 两边一起咬 农民咬不到 房子人家能修 眼睁睁的看着对方 把这个基地造好 冰银造出来 好 这人咬掉农民了 咬掉农民了 快快快 再咬这个农民 再咬这个农民 把农民咬死 这边操作很细腻 再咬上面那个农民 再造基地那个 上面那个 那狗干嘛呢 咬上面的农民呢 哥 看着点 哎 还是让人造好了 那就没方打了 狗 这 即将变出来了 不无所谓 这个倒不亏 那九地开局 转三基地 人家虽然裸霜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基地连农民都不敢造 造了 进不去 外边让你狗白咬 受不了 所以说这个 开局的交换 卖的还是一个 最不愿意接受的状况吧 最差的一个状况 对方的气已经在踩了 哎 怎么又说几只狗啊 这个狗出的不太 不太明智啊 这两只狗 完全等于浪费了一个农民呢 虽然说你很快可以把这个 SV抓死 但是 对于曼德来说的话 哎 也行 对 如果能把农民抓死也行 这样曼德就不知道你这个 后面有没有暴提出狗 自己这个二矿基地 应该什么时候飘起来 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没有看到 对手生意二本嘛 然后这样 这样的话 这个基地就受到了一个 外面很严重的威慑 你本来 你看到对手 又蓄了两只狗 啊 麦子真想开啊 直接就飞出来了 真是纯爷们啊 还是基地爆提出狗啊 这对手至少有八只狗啊 你这个 两个基地 你这个五个基地 下坡 还是 有点危险的 幸亏这 这边是 重图没有爆提出狗啊 不然这三基地爆提出狗啊 就麦的这个下坡方式 可能 很可能就死了 麦的强行的 要运作自己的二矿 这点还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居然能够这么快的把基地飘下来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个大局观 很优秀 或者说胆子很大 赶紧修一个房子 也是不修地宝 漂亮 白赚一个 随着他已经放下了 还是真的挺快的 然后有八只狗的正面威慑 刺激 等狗速度提好 威慑力就更强了 到时候也不用怕对手的敌波压制了 一般来说的话 面对这些狗 卖的应该不敢压 好 分三只狗想咬农民 这边卖的反应很快 哎 狗速提好了 卖的很怂 很怂 哎 又想去咬农民 真坏 去吧 去吧 可以去 有提速度的话 可以去咬一下的 这位同学打的不错 现在这种状况 明是 已经是超过了对他的期望值 卖的低波还是必须要强压一下的 这个不能让重途发展太舒服 自己前面已经是经济上是相当的亏了 重途就造了八只狗 然后还是陆续造的 酒地的那六只狗都留着 自己等于去造两只狗 提了个速就压得你不敢出门 这个显然是对于人物来说很不乐意接受的 必须得过去逼一下重途补迪宝 卖的没有这个勇气 那就算了 等着被飞龙甩吧 看美眉还装得可爱 这个APM是真高啊 这正面的狗一直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操作 不断的去晃 这个做假动作啊 来给麦的正面制造一些小压力 你看他也诱惑着火军出来 搞得真坏 真坏啊 过来才偷个护士 偷不掉 那飞龙就出来了 聚落都没有变成地宝 麦也开始摆下自己 猥琐的阵势 空修防护塔 这波飞龙其实也不用多出 出过七只 就够了 早点呢 开出三框来 继续的完成一个后期的 完成一个中期的兵装转型 过渡一下 反正打麦呢 这个飞龙想占太多便宜 也不太现实 而且前期在了 可以防你飞龙 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没有送兵嘛 二了二了 又是一只没死 SV这八只狗的 我的现在一直没有死过 好 这比飞龙挺多的呀 散弹水尾 一下甩了三个 非常漂亮 这边麦的 激将冰的射程 把握得也特别的好 你要甩我的话 首先要被防空打 然后我的激将冰 还未必能让你甩到 马上口脸就出来了 这个口脸转得非常快 然后直接VQ生三本 不知道有没有放 BV升级一防 这个三本速度是真的很快 麦的这边 可以速度 已经是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一点影响 因为他的激将冰 补的并不是很充足 所以为了补精英兵 放了第三个兵营 就放的也很慢 这样的话 这种场迟迟的 可能放不下来 现在不知道放没放下来 而且没有开 这个 哦 那是中工那场B1 中工还没放吗 这不飞龙还真的是 给卖了不少的压力 哦 中工已经放了 好的 这边机场的 科技速度还可以 可以接受 对 话说今天抽奖的话 得根据最后一场比赛时间来定 但是我们这个 但是我们这个 没有时间呢 这怎么怎么办 这怎么抽奖啊 哎 这边卖的第一波 没有一工的 接耀兵部队 带着自己数量很多 想压 但是这个已经是 没有什么可压的地方了 从头的勒克已经在敷了 你走过去的时候 从头三框 肯定路口有勒克 你有没有可以求 想出去 还要背阴 各种的讨厌 就比如说这个 啊 白灯军 孙凯 卖的部队 哎呦 这边飞龙好像要洗巴掃 哎 这乐客位置暴露了 一把雷达洒过 卖的海洋 哎 这个这个乐客原地一埋 飞龙小狗一回头 这波机场面 绝对打不过的 消防各自都是稳了一下 那你把乐客埋在这里 如果卖的知道的话 那你飞龙就不能走了 首先是被这波乐客牵着 在了这里 因为这飞龙一走 卖的一拉阵型 一把雷达洒过 这些乐客就会吃 这样飞龙失去了 桑尔的作用 比较的悲剧 如果卖的 把正面部队压出来 就是为了这个 把你牵着好 哎 这边 F表示 我要打的主动一些 爷妹吧 打的是不错呀 你看这里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这个就跟雷达流的 那个尹飞配合江兵的推进一样 搞得对手的 空军很难受 哎呦喂 这卖的这波部队 这么强行的拉过来 类必理智啊 这一波 你看这波你打不过呀 人家一个地宝三个乐客 还有一些狗 这波部队回家的话 可能又回不去了 现在走到哪 你都不好说 对手的那个 阴着你的乐客 你有没有可以求 你走到哪都 要防着点 那这波压出来主要 是为了自己 帮助自己 过度转型 激化 那这波江兵就 绝对不能死 要四处的 不停游走 对就像这样子 签制重处注意力 到处的拉 反正这个数量 确实是不容易被吃掉 到处拉 到处拉 掩护自己的 这个阶化转型 哎 这里 这个 人都其实阵型不错 刚刚拉把阵型的话 打一下也是个选择 啊 这不是转阶化 这是 这是转坦克呀 哎呦 幸好 后面 即将没跟得及时 没卖的是 双手工 坦克吗 这个没有转阶化 啊 家里发展 看的不是特别清准 现在最后三本肯定好了 这个 蝎子速度 不知道怎么样 啊 这波飞龙也是 过的时间够长了 起了很多的作用 幸亏是有这波 飞龙一直在 他的那个勒克尔 才敢是到处的爬来爬去 然后没有 这些飞龙的掩护 这些勒克尔是 配合这么一点的小狗 肯定很容易被人都吃掉的 哦 大龙塔 已经好了 蟹巢也已经好了 但是这波人都也A过来了 可以求 这个贪命的一波 哎 这个时候不要冲动 这个时候冲突 绝对不要冲动 冲动了 结果一般 这个是最差的选择 这个时候冲动 这个时候是冲突 最不应该冲的时候 哎 很多冲突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蟹巢已经放好的时候 人都A到你门口了 他就不能稳住 最后的这几十秒 你要稳住这几十秒 你看看这 切的已经有吃了 你就不能再等十秒钟 再A嘛 这非要 非要搞冲动 结果把 飞龙 落水都送光了 这局势就重新洗牌了 大家再慢慢来吧 这也是TVC的一个博弈 非常有趣的一点啊 一个诡异的平衡 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就是